10月21日下午 2013年世界保龄球巡回赛泰国战比赛 在曼谷落下帷幕 美国职业保龄球运动员 肖恩瑞施获得冠军 第三届2013年世界保龄球巡回赛泰国战决赛 在鲜罗典范购物中心保龄球馆展开角逐 本次赛事由来自世界各地的24名选手参与 总奖金421.5万珠 在决赛中世界排名第一的美国职业保龄球巨星 肖恩瑞施也245比228 击败了来自芬兰的超级米卡 获得了2013年世界保龄球巡回赛泰国战决赛的冠军 并继续保持世界排名第一 他将获得奖金100万泰铢 第二名获得50万泰铢 泰国本土选手获得了第六名 我认为泰国本土选手参与 我认为泰国本土选手参与 是一个真正的世界 东文威事MGTV记者装李明高东东 泰国曼谷报道 谢谢大家